哈啰,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今天的這個涼爽的祝福庭園活動要怎麼玩呢? 首先的話,大家在這個任務裡面可以看到有一個前往涼爽的祝福庭園這個活動 然後你進入之後呢,他就會給你這個1000顆的這個冰球 好,然後他是讓你運用冰球就可以在涼爽的祝福庭園迅速的消滅怪物 然後這個冰球可以向村莊裡面的這個結衣母額外購買 那基本上你在齊岩就很容易找到他啦 他在這個齊岩城鎮中央的這個左邊 大概在左上角一點鐘的方向這邊 然後就可以買冰球,然後買的話他是一次是1000顆 然後這樣上一組啦,然後一組的話這樣子是3萬塊 好,然後如果你要衝等的話呢,你就把它買滿 那基本上這個是沒有負重的問題的齁 所以就把它買滿,那就是30萬 好,那你可以想說這樣子不是很浪費嗎?其實不會喔 因為待會呢,我們傳送進去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怪物,我們這個練功的速度 不過在進去之前齁,小編先把這個,把它設定一下快速鍵 好,我們把它拉下來這裡,那這個冰球他是可以下拉的 好,那你要下拉也可以,手動也可以 那我是建議大家在買的時候呢,在進去之後 要注意一下,裡面的話因為隨時會用到瞬移卷軸 所以呢,我建議你買瞬移卷軸把它買多一點 像我可能帶個200張進去飛 因為它總共進去的時間可以有兩個小時 好,那我準備了這麼多顆這個冰球 就是為了在裡面狂炸兩個小時 好,那現在我的這個經驗值是48.80 反正是48.80% 那等級是68 我們就看一下進去兩個小時 好,我們進去兩個小時左右 它可以衝等,衝多快喔 然後進去的話來,它會跟你講話 好,那這邊就直接結束對話吧 好,來看一下喔 現在的話它怪物靠近嘛,但是不用理它沒關係 好,基本上你可以用瞬移的方式 你看,像現在這麼多的主動怪物 好,他們都主動來跟你靠近 那就auto按下去 好,然後這個就把它狂炸這樣子 看你自己的那個打法 用按的會比較快一點 來,我們看一下 好,用按的這個炸的速度會比較快 好,有沒有 好,然後如果這時候沒怪的話呢 你就瞬移 好,瞬移到有怪的地方 然後,再這樣去拉怪 這樣的數量其實不算多啦 好,這樣的數量其實不算多喔 待會,待會我們會持續來這個 瞬移給大家看喔 這樣子,一直炸一直炸一直炸 好,怪沒了 好,來了來了 好,看到怪多的地方我們就炸 然後你看這個怪物都是有金幣的喔 雖然說不是每一隻都一定有 但是基本上它的金幣數量還算是給的不少 好,大概一兩百一兩百一兩百這樣子 好,現在沒怪啦 好,就稍微拖一下 稍微拖一下 好,來看一下 它以金葉的狀況下的話 我目前講的一隻大概是三萬多的這個經驗值 金葉的狀況下 三萬五千多 所以這個噴的速度喔 你說,噴葉速度會不會噴得很快? 會,它當然很快 因為你經驗值拿得快 噴的這個葉值速度當然快 這個沒有什麼好說的喔 好,那好處是 譬如說你在這個拋棄之地 這些地方打怪的時候啊 這些怪是沒有經驗值的喔 沒有這個金幣的 那在這裡喔 怪物會掉落金幣 所以基本上你不用擔心那個金幣的數量喔 好,看 三萬多三萬多 這個打怪速度真的是只有說飛快而已 而且它怪物數量很多 你只要用 你只要瞬移的,瞬移的,瞬移的 怪物一掃你就瞬移 好,怪物一掃就瞬移 好,想找到這種地方就是再好不過了喔 庭園殺人崩,庭園獨角獸 這些地方,你看 怪物一大堆 所以你想打怎麼打 隨便你喔 噴噴 然後我們有一萬多顆的這個水球 隨便我們用 啊如果你不想按的話 就直接下拉,也沒關係 好,反正它就是 以挑這個主動怪為主喔 好,不夠了 好,我們再去瞬移 好,那主動怪多的地方 它就會一直來找你 一直來找你這樣子 所以不用擔心啦 好,然後這邊的話 像我可能 我現在就換個變身好了 我換成這個 咒師喔 有增加 比較多的施法速度 好,然後這樣子 好 總,總而言之 你要下拉 也是可以 就是冰球 你要下拉也是可以 用手動的話 其實是一個 會是比較快的方式 好,用手動的話 會是比較快的方式喔 好,這個經驗值炸得很爽 好,這個經驗值炸得很爽 這個經驗值喔 3萬多大概 大概是你在這個 海鷹附近打怪的經驗值 還多一點啦 好,這邊的話 比你在海鷹附近打怪的經驗值還多 但是它的怪物數量 真的是超級多啊 好,真的是多到爆 那這邊的話 小便也建議啊 你那個娃娃 如果說有巨人的話 如果你有巨人的話 直接把它招出來用 因為15%的經驗值 也不用管它什麼 這個 什麼減免的啦 都不用管它 因為 我現在是包月的狀況 所以這個葉子 你看剛才好像 600葉吧 現在噴到現在已經剩300多葉了 無所謂 把它噴光光都無所謂 因為我接下來 我是包葉的這個狀況下 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去擔驚 這個葉子剩下多少 即使待會的經驗值降低 也沒關係喔 那如果說 你真的錢 預算無限 無上限 你想要去剋葉子 來維持這個 三萬五千多的這個經驗值的話 可以 但是就是要花多一點錢 不過最實惠 最經濟實惠的方式 還是透過這個 就是包月的方式來獲得經驗值 這樣子會讓你花最少的錢 然後拿到最多的東西喔 現在葉子已經來到 298 很快喔 很快喔 跟你在奧石 奧九、奧八打怪的速度喔 應該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啊 這種速度 好 如果你只要找到 怪多的地方 好像在上面這一群 好 像上面這一群 現在打 一下就炸了二十萬有了 你看 三萬五千七狂噴啊 三萬五千七狂噴 一直噴一直噴 一直噴 一直噴 好 主動快沒了 飛 太少飛 好 這裡來了很多 雙 炸死他們炸死他們 炸死他們 好 待會經驗沒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見 看到這個經驗值在綠葉的時候是多少 它是差了三百趴嘛 所以應該是還有 一萬左右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我現在這個經驗值啊 其實還多了一個東西 就是 那個憑證喔 所以你們可能 你們可能經驗值沒有小便那麼多 好 小便這個經驗值主要是因為上個禮拜 還有買一包 那個四千藍鑽的那個 騙錢包 喔不是啦 是那個 這一包啦 這一包 商城裡面的這個 好 欸沒了齁 就是 抽 欸 抽那個叫做 變身的那個 神秘變身卡那個 那裡面有加10% 所以我在 我這一次的話 經驗值又多了10%出來 好 一切 一切都是算好的 一切都是算好的 好來囉 227囉 我們已經降下去囉 繼續繼續 繼續 黃雜 雜冰球 這邊怪物都不夠密集 所以雜起來沒有那麼爽 沒關係 繼續雜 好 怪物一直來 我們一直走 怪物就一直來 這個地方 雜起來雜起來 216 那可以注意一下我們剛才進來的%數嗎 我們現在已經49點多%了 這個練功速度真的是 只能說 快到爆啊 快到爆 來來來 這麼多人殺人風 來一次一次都來 全部把它 包鬼 全部包鬼 一次死光光啊 好 又來了又來了 我們再繞一下 多爽的事情 35900 3600的經驗值 OK 現在的話大概剩2萬多 2萬多 也很多喔 現在這樣也是 非常多的喔 照理來說你在綠月的狀況下 要打到這個經驗值 海鷹附近基本上 已經很少了 好 2萬多 好 這個怪讓 然後可以讓你那麼多怪打的地方 基本上 你也不多 好 這個要注意一下 所以這裡面衝等是不是超級快 好 看一下我們今天已經跑幾%了 但這個我剛才有練到啦 原本就有練 好 現在已經 1.5多% 好 所以我們現在才進來10分鐘喔 剛才那個經驗值不是 不是現在練的 還有其他 在那個 早上的時候掛機練的 好 大概差了半小時啦 可是很快喔 我剛大概練了 原本練了半小時左右 然後現在在進來這個地方 又練了這些%數 很快喔 好 好那你可以先看到我現在的 這個 玩法是直接下拉喔 好 現在怪好像有點少了 順移一下 來了來了 下拉的方式來打怪 也是可以啦 好 然後你如果你有用 這個 滑鼠啊 或者是有標的話 可以標一下哪邊怪物多 你就 你就把他往哪邊標 好 讓他去指定一下那邊的怪物 好 這樣快喔 兩萬多的經驗值 這個經驗值 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 爽 好 好所以如果你們 進來的話 大家進來的話 記得一定要 瞬移捲要買好買滿 好 然後 不要用純死掛的 要不 要不然你會發現 同一系的怪物真的越來越少 都被你打光了嘛 好 然後像我們現在 用這樣用打的 就炸很快 而且這個怪物 我現在是包月的情況下 完全不怕沒有葉子 他等一下進 就算他進入這個綠葉狀態 也沒關係 進入這個零葉的狀態 無限葉也沒關係 反正我 一樣有錢 一樣有這個經驗值 很多 打到損 好 我的六百葉快被我噴光了 好 看一下 怪物 好 這個CP打完 我就要瞬移了 好 沒什麼怪了 再來 哇 飛到 剛剛的地方超多怪的 好 那如果你是那個 喔 這裡很多怪 如果你是 遠攻職業的話 你可以直接乾脆就變境戰了 好 這也無所謂 因為 免得他會在那邊一直射箭 影響你的 這個 司法速度 像這個 有一些被動怪在這邊的 就留意一下 這樣子 用拉的 被動怪的經驗值好像也沒比較多啊 兩萬零多 沒有比較多喔 來我看一下這邊會不會掉特殊的東西 沒有 就是金幣啊 祝福 祝福庭園掉的就是金幣啊 好 沒有主動怪的 飛 來掃蠟 這邊又有了 好 暴走兔 看到這些庭園暴走兔 就是 一個爽子啊 好 因為他們一次會來一票 好 沒有怪啊 是你 好 如果你有用這個 所謂的 模擬器 錄製腳本的話 可以去用連點的方式喔 快速 讓他那個 丟水球的速度再加快 雖然說他有CD時間了 但是基本上丟水球會比較快一點 比較敏捷啦 好 下拉的方式 他是1秒嘛 就是 以這個CD時間為主 好 那 其實他的速度沒有那麼快 你看 像我現在純手動按了 炸的速度明顯有變快 好 而且 你要打什麼怪 他就超級快 就馬上去反應到那個方向去了 好 來 瞬移 多怪 多怪 超級爽 下面一堆的暴走兔 這個 魔乎 暴走兔 瞬間秒殺他們 好 那如果你可以找到什麼 所謂的生怪區的話 有沒有 如果你可以找到生怪區的話 那當然是再好不過啦 但是 其實 處處都是生怪區啦 好 然後這個地方 欸 原則上是有分流的 應該是有分流 因為怪那麼多的情況下 玩家很少 如果都湧進來的話 應該會打不到怪 但是現在看起來是還好 我是覺得應該有分流啦 這個 沒有很確定 沒怪了 怪太少 瞬移 打過了 像我們剛剛那一句我們已經打過了 就沒什麼怪 瞬移沒關係 他 因為你 只要保持在auto的情況下 瞬移之後 他都馬上可以炸到怪 好 完全不用怕沒有怪了 好 我現在剩下10夜喔 我600夜已經快被我炸光了 10夜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速度 是不是非常快 好 沒怪 太少 好 他這個島上其實 類似這個 夢幻之島 你看他這些怪物大概也都是夢幻之島上面看到的怪物 沒錯 反正這個怪物就是讓你衝騰 來我們現在進入已經 到達這個無限夜的狀態了 好 所以 不用再擔心夜子有沒有了 然後打怪的話 你看 一樣會掉金幣 然後一百多塊 兩百多塊 好然後 這個經驗值呢 就跟綠葉的時候是一模一樣的 兩萬多 好 雖然說我們沒有今夜的三萬多的經驗值 好 但是這個兩萬多其實也已經很快了 比我平常練功的速度快太多太多了 而且現在喔 我根本不用怕我沒有夜子 我不用怕 應該說我甚至不用怕 我進來買了三十萬金幣的這個 水球 然後我會賠錢 因為你看這個打怪的金幣啊 打一打其實他還算是 都會回來的喔 都會回來的 那回多早蛋不一定啦 但是至少不會像這個 一般你在外面練功 這麼辛苦 所以 如果要充等的話呢 小編建議 你就 一個禮拜 這個活動只有兩個禮拜 這個活動應該是有兩個禮拜 好 不論多久啊 如果是你現在已經在包月期間的話 那進來這個地圖 掛好掛滿 每天喔 有兩個小時可以掛 你就把它掛滿 好 實在好不過了 好 每天就把它掛滿 這個練功速度一定是非常非常快 那可以的話 我建議你就直接手動好了 不要自動 不要去讓它全部自動下拉 好 這樣才會達到最快的這個效率 好 好 那現在這個簡單的分享 先到這邊告一段落 待會我們兩小時這樣掛完之後呢 我們再看一下 大概可以拿到多少的這個經驗值 好 就這樣 我超 llev Technologie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